剛剛 Redmi 發佈了 K70 系列 我手裡的是 Redmi K70 Pro 作為十周年的收官製作 表現到底如何 我們先來欣賞一下它的外觀設計 RAMMY K 系列從去年開始 不管是普通版還是聯名版 整體的設計和質感越來越好 到 K70 Pro 更進一步 正面平面屏三窄邊設計 上邊框 1.6mm 兩側 1.7mm 視覺上這三邊幾乎是等寬的 再加上取消了塑料支架 整體視覺沉浸感提升明顯 立面中框採用了高量鋁合金材質 不是類似 iPhone 的那種鏡面工藝 仔細看是有磨砂的顆粒感在裡面 中框邊緣有做小幅的圓弧過渡處理 後蓋四等身設計 絲絨質感玻璃 觸感溫潤順滑 內側還做了雪山紋理 DECO 用了一整塊無框的玻璃 後攝和文字的排布規整 簡約和秩序感並存 再加上 74.9mm 的機身寬度 握持手感也是 K 系列裡最熟識的 接下來我們邊拆邊聊 第一步 關機後取入卡托 雙卡上下放置 卡托材質為金屬加塑料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第二步 拆卸後蓋 加熱後劃開粘膠分離後蓋 後蓋為玻璃材質 內側所有後攝天線以及電池的對應位置 都覆蓋有緩存畫面 後攝DECO 內襯為塑料材質 通過粘膠固定在後蓋上 第三步 拆卸主板 三段式結構 NFC 線圈放置在後攝模組右側 電池上方覆蓋有一大一小兩片散熱膜 小散熱膜同時覆蓋到底部揚聲器 卸下主板區域的所有螺絲取出主板蓋板 蓋板材質為金屬加塑料 正面除了NFC 線圈外 還佔有FPC 天線和閃光燈排線 閃光燈排線上集成有後置環境光傳感器 和一顆閃光燈燈珠 蓋板背面 前攝和接口的對應位置覆蓋有緩存泡棉 部分接口位置貼有導電污 電池上方的散熱膜一直延伸至主板的核心發熱區域 所覆蓋的芯片有核心三大鍵 射頻IC 音頻邊界碼器 以及兩顆小米澎湃PR 充電IC 挑開兩個電源接口進行斷電 隨後挑開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所有攝像頭 主攝直接上了小米的光影戀人800 5000 萬上速 傳感器尺寸 1.55 英寸 支持 OIS 光學防抖 從實拍樣張來看 白天光影層次分明 氛圍感很足 是能出好照片的 解析力和虛化效果也都在線 夜間的進光量也有保障 依舊能排出清晰通透的畫面觀感 只不過目前這個版本 HDR 算法還有在優化 主要就是壓高光的表現 基本拍幾張就會出現 值得一提的是這回主攝的連拍能力 每秒可以拍 30 張 並且你看 每張的畫面都能保持不錯的清晰度 連起來就是一段清晰可用的視頻 相當於 iPhone 的 Live Photo 功能了 這次新加入了一顆兩倍人像 並且用了 5000 萬像素的光影戀人400 實際也拍了一些人像照片 虛化算法不錯 不管是人物的頭髮 還是豆包的毛髮 都能很好地區分開來 但人物膚色和美顏算法上 還有提升的空間 並且主攝上存在的 HDR 問題 在人像拍攝上也有 盡快解決吧 超廣角和前攝的 CMOS 尺寸一致 都是 1.06 英寸 超廣角是 1200 萬像素 OV13 B10 前攝是 1600 萬像素的 OV16 A1Q 取出主板 主板為單層設計 正反兩面的屏蔽罩 都有散熱膜和散熱銅箱的覆蓋 SoC 和充電 IC 的對應位置 塗有導熱材料 主板的薄弱位置通過屏蔽罩加固 紅外發熱器和頂部麥克風 繼承在主板上 四下散熱銅箱 清掉導熱材料 吹開屏蔽罩 核心三大件 是美光 LPDDR5X 的 RAM 海力式 UFS 4.0 的 ROM 和第三代小龍把 上方有兩顆小米字眼的澎湃 PR 充電 IC 下方的 Wi-Fi 藍牙模塊是高通 WCN 7851 射頻 IC 是高通 SDR 753 挑開觸點 取出聽筒 和上代一樣是 AAC 瑞生科技的 1012 規格 取出前置傳感器小板 模塊化設計 通過觸點和主板連接 便於後期維修 中框上 邊界通過觸點和主板連接 主攝位置沒有直接樓空 但也特意進行了削薄來降低主攝的突出高度 第四步 拆卸副板部分 卸下副板區域的所有螺絲 取出副板蓋板 蓋板材質為金屬加塑料 Lava Box 和蓋板集成在一起 蓋板內側 馬達和指紋的對應位置貼油緩衝泡面 底部揚聲器是 AAC 瑞生科技的 1216 規格 挑開副板上所有接口取出副板 副板上集成有底部麥克風 SIM卡卡槽以及 Type-C 接口 接口為 USB 2.0 規格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副板的 PCB 製造商為百成科技 整機一共搭載兩顆麥克風 底部麥克風收聲孔採用 L 型防災設計 取出 X 軸線性馬達 瑞生科技 ELA 0809 規格 取出指紋蓋板和指紋模組 採用短焦攝像頭方案 第五步 拆電池 電池有快拆設計 撕開提手取出電池 採用單電芯雙接口設計 容量 5000mAh 製造商為新能源集團旗下的東莞新能德 使用 ATL 電芯 搭配附帶的 120W 快充頭 實測峰值功率能到 99W 1-100 充電用時 19 分鐘 這在支持 120W 充電的機子里 充電效率算是比較高的了 4 架電池保護板上的貼紙 保護板使用 SIP 系統級封裝 內部集成有澎湃 G1 電池管理芯片 抬起保護板就能看到 保護板和電芯的連接處 貼有灰色的導熱硅膠墊 保護板左側是監測電池溫度的 NTC 熱敏電阻 最後一股拆屏幕 加熱後劃開四周粘膠分離屏幕 屏幕來自滑星光電 使用 C8 發光材料 支持 3840Hz 高頻 PWM 調光 直接幹到了第一梯隊的高頻調光了 不僅如此 這回還聯合了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 比較權威的眼科中心了 從一工融合的角度 制定了更完善的護眼評測體系 實測手動全頻最高 510 N 尺 如果設置里打開陽光模式 可以到 730 N 尺 全頻激發最高 1050 N 尺 HDR 模式小窗口可以來到 3040 N 尺 受建於測試設備 再小的窗口也沒法測 官方給到的峰值可以到 4000 N 尺 屏幕背面是全覆蓋的銅箔 觸控 IC 繪定 GT-9916R 中框上覆蓋有大面積的散熱膜 私下散熱膜 下方就是不鏽鋼材質的 VC 焦熱板 面積有 5000 平方毫米 注意中間這條長長的凹陷 它代表這塊 VC 也搭載了小米旗艦機上才有的環形冷凹技術 相比常規的 VC 環形冷凹 VC 多了氣液分離和單向循環兩大特性 使得 VC 的熱擴散速度更上一層樓 並且還能縮小冷熱兩端的溫差 充分利用冷端將熱量盡快散發掉 說白了就是比常規 VC 散熱和軍熱的能力都要更強 來看一下實際遊戲的表現 常規三上流暢穩定遠行毫無壓力 溫度和功耗都控制的不錯 光這樣還不夠 如果你連上這回新上的小米冰封散熱背夾 還能解鎖原神幀 2K 加 60 幀的極致體驗 實測 確實能接近滿幀遠行 但背面溫度和功耗也會相信增加 另外 後續也會通過 OTA 更新原神 2K 插針到 60 的模式 最後的中框部分 這次也升級到了高端機才有的納米住宿加 CNC 一體成型工藝 使得中框和邊框都是鋁合金材質 WiFi 天線採用雙屏四天線布局 2.4G 和 5G 都是獨立的 整體穿墻性能有一定提升 好了 拆解就到這裡 整機有兩種共 17 顆螺絲 眾絲歸位 BG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单总结一波 Rainby K70 Pro 相比上代 外观设计更有质感 屏幕升级了更好的发光材料 具备了行业顶级的护眼效果 影像硬件直接用了两颗小米光影烈人镜头 软件上风格化突出更容易出好片 性能方面看齐主流旗舰的三大件打底 再加上散热均热能力更好的环形冷风和 AI 负能的抗暴引擎三点力 开启性能 AI 革命实现了旗舰级的极致游戏体验 AI 大模型的加入可以让日常体验更有趣更稚稚 外围体验除了去掉无线充电外 基本和上代保持一致 上代的 K60 Pro 是冲击旗舰的一次突破和尝试 而这台 K70 Pro 则是 Redmi K 系列 从旗舰迈向高端的关键一步 未来可期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欧宾 我们下期想拆 再见